现在喜欢养花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般都会去自己去买上几盆 买花的附近无非就是要么从花室 要么从网上买 而且大部分人刚刚接受养花 都喜欢养一些开花植物 从花室或者从网上买到的那些开花植物 都是带着花包的或者全部绽放的 然后呢花盆又不好看 拿到家里以后应该怎么操作 才能够保证不出问题呢 因为大部分拿到家里以后花包花花掉落 其实呢从花室或者从网上买回来 到我们家里是一个大环境转换 转换大的环境它不适应 它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我们这个过程呢叫做缓苗 所以收到以后 首先要放到一个散光通风的地方 什么是散光呢 就是室内的明亮光 或者是建一个小时早上 或者下午傍晚的光照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缓苗三五天 缓苗期间呢 要看看土壤 土壤干了 及时的给它浇一次透水 让它的根跟土壤充分的结合 也可以叫做定根水 浇透水不要去换盆 缓苗三五天 开始状态好了 如果说哎 你的蜘蛛是一个绿植 没有带花包的话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给它换盆了 如果说它带着满头花包 或者是带着满头花 这个时候 如果您再去换盆 换到新的花盆里 把旧的花盆去掉 必然会伤根 而且换到新的花盆里 容易出现闷根的情况 它的花包就会花花的掉落 花就会出现掉落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不换盆 但是用旧的花盆会非常难看 怎么才能够变好看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甲值 我们首先呢 要找一个比原来的花盆 大一点的花盆 找个花盆以后呢 直接在里边加上土壤 我们可以加一些颗粒啊 比如火山盐 红彩石 每一扎都可以 也可以加一些透极心好的土壤 在底部加上一层 然后呢 将整个花盆放到里边去 这样呢 浇水的时候 底下的土壤是湿的 底下有湿气 而且呢 整个土壤也湿了 它在这个花盆里 不影响美观 而且没有花盆 不伤根 它就能够正常的生长 正常的开花 等它开完花以后 我们再去给它花盆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说 你想在四周填上一些土壤 也是可以的 但是花盆 原来的花盆 不要去掉 只是说 在底部稍微添加一下土壤 让花盆固定一下 也是可以的 这样就能够保证不出问题 带花的植物 收到以后 能不换坡的 它不换坡 有的话也说 我直接带着原来的土 换到一个大的花盆里 填充上土壤行不行 这样去弄的话 有很多植物是不合适的 因为它本身在一个花盆里 根系长满了 四周在填充上土壤 带着花一直在消耗养分 它的根系活性又差 很容易出现 烂根没根的情况 所以 想要换坡的时候 最好是 等它开完花 修剪一下枝条 把四周的土壤 去掉三分之一左右 再去换到 跟原来的花盆 差不多大的花盆里边 直接再去缓苗 成活了以后 就会进入生长阶段 其实买花 最简单的过程 就是买到 先去缓苗 首先给它浇透水 放到散光通风的地方缓苗 缓苗完了 再去多建光 之后 再去给它 换到新的花盆里 对于开花植物 小七说的方法 就可以去试一下 既漂亮 又能够把花 彻底的开起来 学会了吗 学会了 不要给小七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